一架白色飞机从天而降 但不是降落在机场跑道 而是迫降在高速公路中间 差点砸到行径中的车辆 有车主的行车记录器拍下 28号上午接近11点 在大陆辽宁省大连市 有一起私人飞机迫降路面的意外 当地交通部门急忙派人赶赴现场 幸好飞机上的驾驶没有大碍 小飞机疑似失控 掉落在大连市区的公路中央 造成交通一度大打劫 不过目前现场已经清理完毕 恢复通行